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現在動力三階的套餐 就讓你們很方便的 由一階二階三階四階來分辨 它是594004的SS鋼頭 那其實這種規格的客人比較少改 因為他跟我們說他要跑山有利 改了進氣改了排氣管 然後改了電腦改了傳動 其實他就覺得沒有打到他心目中想要的 所以他決定一次後來 那一次後來之後呢 他又說他想要直噴 他又要泡管形狀又安靜 那我會推薦大家這一支雅傑排氣管 這支雅傑啊 其實他發車的時候的怠速 跟低速在運轉的時候 聲音都非常安靜 我發動給大家聽看看 它雖然是砲管的形狀 但是它的怠速並不像一般的砲管 是那麼吵 然後有那種共振聲 所以其實 你有動力上需求的客人 除了MOTO R以外 你們也可以考慮一下雅傑 而且像它的筒聲是做法斯紋的 這個質感真的是非常好 筒聲這裡是全鈦的 然後前後全部都是白鐵的 所以它的顏色就是一直保持這樣子 因為圍筒這裡的溫度沒有像前段那麼高 所以它不會去變色 最近吃到啦 可以安靜 然後又有馬力的排氣管 所以這個接下來可以列入你們 三階或四階的客人去做一個新的選擇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你們常常看到的 SMRT的直噴系統 那其實直噴系統啊 在一般的小改59上面效率是比較差一點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喇叭口 上次影片上面有說過 我們有長的短的跟中的 或者是各式不一樣廠牌的喇叭口 為了就是我們要去知道 它的喇叭口的效益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那我們到最後這一台車是選擇長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馬力帶 在10600左右在路上比較適合騎乘一點 騎它短的時候 馬力帶跑到11000轉 我覺得那樣子車就不太好騎了 那節流法的部分我們是搭上34的節流法 SX的鋼頭從59到63都有分一般版本跟R版 有R版的話最後會多一個R 或是最前面多一個R 那R版的話是比較偏競技用的 那像這客人是道路通勤 那腳上傳動的話 大概會有21p左右的表現 這個我們是用一般版本的 就會有20p左右的表現了 那而且一般版本的轉速率比較低 比較適合路上騎乘 這客人還有多選配SCRK的拐杖呼吸管 我相信大家都對於動力上 會有很多的 以很多 幹口雞啦 那其實你可以私訊我們粉絲團 而且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已經做出來所有的簡單性的整理 那可以讓你們更明白更了解 我們車子要從哪裡去做下一步的動作 OK